台南工人半倒坠楼 钢筋穿翅翼下 张银银小心翼翼 将侧躺在长背板上 表情痛苦的 34岁秋姓工人放下来 但一碰到伤口 他痛得大声哀嚎 看这张照片 就知道他有多痛 他今天上午 在台南一处大楼工地的 地下三楼平台 绑钢筋时 不慎跌到刚绑好钢筋 展戴灌江的地下四楼地板 一支钢筋从他的右侧翼下 穿过右肩 鲜血直流 消防人员获报 出动器材车到场 垂降到地下四楼 消防人员评估 钢筋因没伤到肺部等器官 先请其他工人 帮他切断露在体外的钢筋 再将他吊挂上来送衣 不幸中的大县市 战无生命危险 董新闻台南报导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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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